第一个就是module,module里面写什么?写shop,然后叫启动表单 第二个就是listbook,写这个就可以了,写两个地方 反正都一样的程式,启动表单 接下来的话,我们已经可以把它启动了 不过现在启动的话,它目前没有什么功能 按下新增它也不理你 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基本上就我刚刚讲的,让使用者填资料 填完之后,把它放在指定的位置 自动产生后面三个栏位的结果 并且把这些资料清空 然后再把游标停在这边上面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所以第一步就是资料填完放这里 一、二就是自动产生这些三清空四游标放上去 程式码云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你担心写不出来的话 其实都有,刚刚讲的东西云端上也都有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找不到答案 刚刚我们讲的启动表单这边也有 所以工作表启动这边也有 在第三页的部分 那待会的话分成一、二、三、四段程式 答案就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实在写不出来 没关你先复制贴一下 贴一下、弯一下 OK之后的话你把它删掉重写 如果你写得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真的会 也不用死贴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 完全符合这个工作流程所设计出来的 所以贴这个也没有用 那怎么做呢? 基本上我们按部就班 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 怎么样新增资料 那我讲过了这个是注解 前面有单一套 OK 那写的方法的话 一、程式该写在哪里呢? 一、将来如果你要写程式的话 请记得 这边不是有一个什么 命令按钮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写 这个在命令按钮写程式的话 跟那个sub不一样 sub是写完之后键按钮 然后这边是要直接在这个按钮上点两下 它就会自动帮你怎么样 写一个sub了 所以你按下按钮 就是意思就是执行这个sub OK 它是什么? 你会发现它是private 就是私有的 所以意思说我不跟别人共用 就只能在这个表单里面run OK 然后也是一个sub 后面的话名称叫做什么 comment button1 comment button1就是命令按钮 预设的名称 因为我没改 所以叫comment button1 底线click 意思是说 当它被点一下的时候 那就执行这个sub 所以这里面有个概例就是所谓的事件驱动 所谓事件是被click 事件就被click 驱动就是 就会做底下的事情 那程式就写在哪里 写在这个底下 所以特别说不要写错地方 我把它关一下 记得在哪里 这边点两下就出来了 就是像之前有同学是这样的 直接怎么样 就把程式贴到哪里 就这一段 直接Ctrl C 他就想说老师之前讲过说写在模组里面 他就放这边 然后呢 再来他说OK了 执行的话你会发现就出错了 所以特别注意 程式并不是写在这边 请注意 记得就是在这边点两下 然后程式的话 其实是 等于你要贴的话 你要贴对地方 贴在这里才对吧 OK 所以不要贴错地方 好 那不过我们还是从头来讲起好了 因为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就是我要怎么样让这边填完的资料 帮我放到这边来 OK 那首先的话 我们要知道几个概念 这个上面的资料就放在这个 叫做文字方块 那英文名称就是Textbox 那理论上 如果我没改名称的话 这个叫Textbox 1 这个叫什么 Textbox 2 3 4 不过理论上是没改 不过如果你们刚刚有改的话 那可能就不一样 尽量还是跟我这个一样的顺序 不然的话 变成说 你可能应该放这边的 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也就是说 它这个里面 Textbox 1里面的资料 就是后面有一个 放资料的地方的属性 叫.test 就是放 我把资料填上去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 这个里面的东西 放到这边的话 那这个叫什么 叫储存格 所以Sales第几列呢 第八列的A栏 所以你就打一个Sales 刮胡8 斗点A栏 OK 然后就资料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8的数字怎么来的 那之后如果有资料的话 岂不是要往下 所以这边的哪一列的讯息 将来应该会变动 那怎么 可是问题 我要怎么知道说 它将来会是在哪一列 所以这边可能要学一招 就是向下追踪 我要追踪什么呢 目前 这个资料 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这个相当重要 所以写的方法 我们来看 第一个 所以基本上 第一段 点两下 首先的话 第一段程式就是新增资料 所以待会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也许可以Copy这一段 第一段新增资料 那我把它先放在这边一下 就这几个 那首先的话 要怎么撰写 第一个 向下追踪 那怎么样向下追踪 特别注意 我增加一个变数叫R R的话就是说 我怎么追踪 基本上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我可以从Range A2 向下追踪 向下追踪有点像什么 游标放这边Ctrl向下 Ctrl向下你会发现 它停在第几列 第七列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把它写成程式的话 它可以写成.end end就是有点像Ctrl键按住 向哪个方向 XL down 向下 得到的列 告诉我一下 那基本上的话会得到是第七列 所以把7放到这边来 但是我将来要放资料的地方 并不是第七列 而是什么 7加1 有没有 所以第八列 那R的话就是第八列 OK 所以我写一次 基本上这个不用特别背 向下追踪 R等于点什么 记得 向下就要点end 然后打一个潜刮壶 潜刮壶 它会出现什么 请问一下你要追踪的方向是什么 向上 向下 向左 向右 是四个方向 那我们要向下 所以从 这个蛮重要的 OK 因为以后只要 如果你在做一些城市处理 你不知道这个范围在哪边最下面一列 或最上面一列 最 右边一栏也可以 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然后向下的话就xl 是xl 不是x1 之前有同学常常打错 xl 当 后刮壶 有没有 这个用法跟刚刚那个boulders 那个有点类似 有没有 boulders它是哪一条下 这个是哪一个方向 那后面就是因为它已经向下追踪了 xl 向下追踪了 追踪完之后呢 那我需要知道什么 知道一个资料叫它在哪一列 所以你这边的点什么 点row就可以 row的话是哪一列 所以他会把那个列的资料有没有 放在这个点row里面 点row row有没有 那同学这一行可能会比较不容易理解的 那 这个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点下去后面你会发现 点row它这边手拿着一个文件 其实意思是说放资料的地方 意思是说它把什么 第7列这个资料 帮你放在这里面 然后传回来给你的意思 ok 所以一个物件里面 一定会有什么属性 这个叫属性 那另外还有什么呢 绿色叫方法 方法有点像动作 属性就是取资料的这个动作 所以叫属性 跟方法 然后加1就可以了 enter 所以我就知道说我第7列 那我在这边的话就得到8 那接下来我怎么样把什么 把填的资料 这个东西放到这边来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放到哪边要记得写在前面 来源的话写在后面 所以我要把什么 我要把那个资料写在这里 所以这边的话叫什么 sales 然后钱瓜 第几列呢 第R列 哪一栏呢 放A栏的资料 A栏资料就放姓名 等于什么 等于 所以这个姓名是从哪边得到 从这个 这个叫什么 testbox1 testbox1 得到 所以testbox1 你就把testbox1里面的文字 就点什么一个属性 点test 帮我把他里面的资料放到这边来 那同理可证 所以一样 所以下来怎么 Ctrl C 贴 贴 贴 然后分别了 A B 有没有 C D 一个萝卜一个坑 然后呢 2 3 4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所以这样写完之后 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 这样就可以执行了 比如说我今天随便打一个 AA Enter 56 随便打个分数 按新增 有没有发现 过来了 后面还没写完 所以如果打一个BBB 再向下 你会把他向下追踪 再来CCC 有没有 他还蛮听话的 就会一直往下放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一直放资料了 只是说 后面我们还没写完什么 如果当他填完资料之后呢 第二件事情应该是什么 应该要自动帮我把这些资料顺便带过来啊 有没有 可是现在没有嘛 那怎么办 所以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把资料带过来 所以写在下面 那怎么写 待会再来看 所以第一步 最好是自己可以打一遍 画面先切一下 来 所以记得 那个表单上面有个新增 有没有 按钮按下去 就触发一个click事件 请你把程式写在这里面 OK 不 可以 你 可以 好 酷 好 好 肥